我們看一下他有幾個 前面講過說我們開始要進入策略的人 像這個東西就會決定在這邊 就剛才講了 你的生命週期不同階段當中 你採取策略是不同的 所以經過你判定我的生命週期當中 你的採取是增長策略、平穩策略、舊王屠實策略 或者處分 當我到這個病態的時候 已經發生危機的時候 我必須採取對策 因為中國人習慣把企業當作家產 當作我家的財產 我要留給我兒子 他沒有把企業當作產品 國外是把企業當產品 雖然是買賣的、過病的 中國人是把企業當作是家產 他要沉船下去 東方林社會都是這樣子 所以導致了我們在家業成人當中 很多企業隨著分家系統之後 其餘是越分越小 所以我們沒有很難看到一個非常大型的企業集團 過百年的企業集團 越分越小 分到壞就沒了 這是一個概念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用四個角度來思考 這個講義都有帶領一下 第一個 從市場的成長角度來看 就能力跟市場角度來看 所以我們可以第一個 先維持現有的市場戰友率 或者你可以改變創新、新的服務 或者你可以改發新市場 或者有多角化 這是我們叫市場、市場之類 這是我們在深圳的班 就專門講這個圖 怎麼去擴長 第一個思考 考慮能力 第二個呢 考慮層次 不同層次 短中長期 它的思維不同 所以當我的使命念在那邊 好 那我的長期策略 我短期策略能支撐我長期策略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 今天又要做什麼 所以要從內部流程 開始慢慢改進新客戶 找到新客戶 找到未來的長期的策略 所以從這個短中長期來看 這是第二個角度 第三個角度 是客戶 客戶分類 哪些客戶可以給我們最大的利潤 開始去經營 所以開始了解 今天的公司裡面 有哪一些客戶 還沒有被開發 要不然以開發客戶的觀點來看 你的策略做法也不一樣 好不好 這就是幾個矩陣圖 我們做這樣的調整 所以潛在客戶 現在的客戶到潛在客戶 和創新的方式 可以改變我們的策略 這是大家參考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一次層級 公司策略到世界部策略到功能策略 四個角度看策略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快整合 我們要把內外部環境分析和策略的思維 整合起來分析 找出我的策略性的計畫 找出我策略性的行動 到最後期的績效 跟做策略的控制 所以我們這裡面大概會整合的幾個概念 前面用10萬分析 到策略性的行動計畫 我們就開始用平衡計分卡 所以這兩個工具 很完美的把它整合在一起 讓我們 讓平衡計分卡這個工具 變成不是績效平衡而已 它是對接策略 所以它是一個策略工具 這個圖主要解釋這個概念 我們過去談策略規劃 就講到規劃 沒有講到執行 當然沒有講到策略績效 就講得很少 那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來導演出 讓我們在過程當中 以系統的觀點 把這兩個10萬分析 正是工具資料 或者是波士對極證 或者是基因法 跟我們平衡計分卡整合起來 我們後面來跟大家做詳細的展開 好 我們先展開第一個先 所以我們下面開始做策略分析 分析裡面我們外部 外部叫機會跟歸結 裡面內部叫做優勢跟劣勢 這個完美之後呢 我們開始做策略的規劃 策略選擇 策略的執行 大概是會環繞在這部分 所以我們待會兒來跟它講 策略分析 10萬分析 好 那是大家很熟悉的工具 好 在中生的策略之後呢 你要以未來為導向看 它說總體環境10年 產業環境大概5年 做戰略分析 它的時間關節是很長久的 國內有很多人做所有的分析 都是用現象分析現象 那是錯的 做不出未來偉大的計劃 因為我們非常缺乏對於未來情境的評估跟推論 你只看現場的問題 譬如中國大陸現在15規劃已經到了2015年快結束了 你現在必須看2015年到2020年的135規劃 那才是中國市場的最大的變化 我建議各位一定要看5年以後 譬如現在5年以後 台灣變一個超獨居時代來臨了 可能60%以上的人口是獨居的 就一個人生活 你所有家庭的很多的用品 家庭的生活型在地上 最新的一本書 《超獨居時代的來臨》 為了個人用餐 個人照顧 個人的通訊 個人的一些聚會 全部出現新的產業 在未來之後 我們怎麼面對未來 5年後 中國大陸也才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如果用情境分析 把未來的情境開始做模擬 大的模擬 所以上一次我們這個情況邀請博士已經幫我們說 未來 趨勢十九個 二十個趨勢 來,哪一位給我們複習一下 誰有 想幾個 你們博士們都要回憶一下 秦教授這麼用心講二十個趨勢 你們都忘掉了 來,講一下 秦教授有上網查一下趨勢獵人的網頁部分 那當然二十個還蠻 記憶當中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的部分來講 大概是他後面講的三個代表 就是那個 叫做 三個部分好像就是 COLOMO 就代表他用這六個字 未來來講是Social跟Local 再加Mobile 就是說實際上他會有 所謂你的社群的部分 然後你會有一個 你自己的一個在地化 就是你自己個人的社群的在地化 然後再應用Mobile 那也許是手機 也許是平板 或個人的帳號的部分 那所以感覺最深的部分 他會用很多科技做QR Code的購物 然後你會跟你的社群 然後你可能會有很多的 那個 就是所謂的照顧的一些資訊的部分 然後或者是上網去做購物 或者是上網去做美食的教學 然後進而做購物的部分 所以在未來趨勢當中 我們非常感覺到就是說 在很多的Big Data的一個 資訊的一個串流之後 他會又產生另外一個 關聯式的行銷 所以我們當然看到就是說 不管是在iPhone的部分 他有連接很多的 Big Data的市場 那我們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有很多的企業 他也一直想要進入這樣的一個障礙 那以前 比如說我們現在接觸到一些 綠色產業的供應鏈的時候 他們現在也把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購買行為 以及購買客戶層 然後去做結構的分析 然後去找出一個最適合的一個市場專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從那個秦教授他的一個資訊上面 跟現在的市場的趨勢當中 我們的確可以看到 陳如剛剛那個曼教授所講的 在做很多的刪去法或減法 然後他會拿自己最獨特的一個拿手武器 然後只進攻到他所謂的那一點 然後把價值去創造出來 而不是像以前都做一個 所謂的全面通吃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趨勢的部分來講 他就是用我們剛剛講的一個 social 一個 local 然後加上一個 mobile 的部分 然後他已經不是一個大範圍的市場 而是聚焦 然後聚焦到一個 你自己獨特的這個社群的部分 然後去把這一群的市場 然後經營到非常有特色 而且有獨特的一個賺錢的趨勢 OK 謝謝 謝謝掌勞力 謝謝 謝謝